来看看这个老字号的台铁 最近呢则是靠着文创产品来这个拼人气 这两年呢他们成立了新商店 结果呢是大受欢迎 去年全年的业绩就突破了四千万元 而他们到底卖了哪些有趣的商品呢 小小的火车在轨道上不停的绕啊绕 可爱的模样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 这辆台铁回地车算来每台只卖九十元 但每个月都热销一万台以上 去年的营业额就冲破了一千两百万元 最喜欢就是回地车 最常来买的是回地车 最近大概就花掉两万多块 因为它最基本的那个火车组 一组就要六千到八千左右 然后你买这个还要再买铁轨 那铁轨一组也是要六七千 最近几年台铁开始开发不同的文创商品 不只瞄准热爱火车的铁道迷 更要吸引一般消费者的目光 还有仿造固定铁轨的钉子 做成的特殊造型笔一个月就能热销上百只 而这个儿童餐具组 更是受到许多小朋友的喜爱 贩售各类型台铁文创商品的台铁梦工厂 101年5月成立以来 就创造出超过四百件不同的商品 每年更为台铁创造了四千万元的商机 它就是要跟年轻一代做结合 那就是要生活上我们都用得到的 小朋友其实他们族群越来越爱火车 所以我们就发展了一个儿童餐具 是美奈名的 我们就觉得它既环保 然后又可以推动我们台铁 这个普悠玛列车 让培养更多小小铁道迷 从过去早期的纪念车票 到现在琳琅满目的各式商品 台铁商品越来越潮 从文具玩具到3C产品 要让这个百年的老字号不断挽出新创意 UTV 尹德玉 杨兰祥 台北报导